好的 非常感谢孙华在小港夜现场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我们在这时间转向成都大运会 大运会开幕 吉祥物荣宝也是火出了圈 大运会周边商品销售火爆 那么热销榜单都有哪些商品 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下 世界聚焦成都 而我所在的成都春兴路绝对是人气火爆的地方之一 你看在咱们大运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门口 大排长龙 而且这条龙有越来越长的趋势 排了多久了大概 二十分钟 大概有半小时了 热浪并没有削减大家消费的热情和决心 那大家都是冲着什么东西去的呢 我今天是想买大运会的吉祥物这个玩偶 一是我自己喜欢 因为我比较喜欢体育运动 四川省内外的游客都聚集于此 成都大运会带来的热度持续升温 进入到商店里的人当然是开心的 因为这里可以吃着空调尽情地选购 我们发现每一个进来买东西的人 人手一只荣宝 而且工作人员不断地在往 卖空的这个货架上面去添补商品 开空玩具 这个飞盘什么的 飞盘 还有那个钥匙控 哇 买了好多 这一块大概花了多少钱 快两千块钱 而在另外一家特许商品零售店 同样也对消费者进行了限流 花机店里不过有六个 不光红宝一个 哦 是吗 不光一个 这是你自己选的吗 哦